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带大家坐水上飞机 从Nanamo直接到温哥华大机场 飞国际航班的 这个其实很方便 在Nanamo 基本上过去从Nanamo到温哥华机场 大概就是20分钟飞过去 所以非常快 那价钱费用是从79块钱到150块钱 直接就看你要带多少个行李 基本上如果你不带行李的话 只是单独个人过去的话 其实79块钱也就可以了 今天呢,我有带行李 所以我就稍微买贵了一点 就买了108块钱 可以带20磅 包括背包也算的 所以我不知道背包他也来算 所以背包跟行李都一起算 只要不要超过20磅就行了 那今天带大家体验一下 坐水上飞机是什么的感受 好吧 这个是Seaplane 我们就从这个地方进去 我已经check in好了 我已经check in好了 那这个是我们准备登机的地方 这个是 ok 这一集吧 漂亮 现在在飞机里面了 你看这个是哈贝 我可以自己拆下 自己拆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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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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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我终于到了 到了YVR的 这个就是 河边的 飞机场 水上飞机场 那要去YVR 我去机场 我们有个Free Shadow 有车呢 可以载我们去 到这个机场去 整个行程 整个 大约一个小时吧 你提前 20分钟check in 然后飞过来 大概是20分钟 好吧 然后今天还是 阳光明媚 看看 哇 这后面就是Harper A 好 我们再聊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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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